校园的防疫规定改来改去 而教育部日前也公告了 原本确诊学生的班级全班停课一周 现在通通取消了改为只停三天 更规定国高中只有确诊者 作为他的前后左右九宫阁的同学 才需要停课三天 其他同班同学是正常到校 在今天有不少学校紧急召回学生了 这也让不少家长抱怨与怒批教育部 是把防疫当儿戏吗 新救治衔接让刚全部停课的学校 措手不及像是北市大家国小 6号有两个班级有学生确诊 依照救治三加四居隔 停课到12号但新制改为只停三天 校方紧急通知家长改9号复课 因应新制所以召回来 刚他们的出席状况是 有22个孩子没回来 有些就送回中南部 有些爸爸妈妈就请了 那个居家照顾的 教育部日前公告 新停课标准 国高中改成确诊学生前后左右 9公格同学才要被匡列停课三天 让许多家长炸锅留言灌爆 教育部脸书 入轰9公格政策是把学生当木头人吗 难道孩子的命就不是命 不太可能只有9公格而已 因为基本上他们会打篮球 会玩躲避球 那基本上混在一起 那所以都算机会更大 其实我看到这政策 我也是有点傻眼 因为小孩很难去控制说 中午用餐的时候 他们彼此之间不交谈 我觉得这很难避 就怕小孩下课跑来跑去有风险 家长气炸不知如何应对 学校也很无奈 由于国中会考21号就要登场 台北市怀生国中与家长开会后讨论 决定部分年级全校停课至20号 才线上教学 停课政策宣布太临时 更有老师抱怨学校快变卫生所 不只要开居隔单一调 还要分装快晒试剂关怀包 停课标准改来改去也难怪 引来家长老师不满 记者皇军成交人台北采访不到